是 苗女士 苗女士 想起来了吗 这问题你们已经问过我了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每次这些事情被提起 心里的伤疤就好像被揭开一样 我没那么脆弱 先是来我家问话 现在又来鼎华 我知道自己有义务 配合你们的工作 可现在这种情况 真的已经对我造成了困扰 就你理解 我们也是 我父亲心脏病犯了 现在已经住院了 鼎华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他要是知道自己的员工 正在一个一个接受国安问询 我真的担心他受不了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 问询这件事 不要让苗老先生知道就好了 让他好好休息 我们会尽量控制影响 不会搞得路人皆知 苗总这次生病住院 应该有很多人去看他吧 那肯定的 让他在家中 来 我认为第一个人 每次都在家中 那儿 你也要去找一个人 你也要去找一个人 我认为 你来找一个人 你找一个人 我认为 你找一个人 你找一个人 你找个人 我认为 你找一个人 贺老 他昨天去过医院 叫徐贺 双人徐 想喝的喝 我不确定 他是什么人啊 应该是我父亲 早年的生意合作伙伴吧 我从前没怎么见过他 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没有查他吗 安局长 你的同事需要您过去一下 知道了 那谢谢你的配合 今天就到这儿吧 苗霏 你还在这儿呢 你还在这儿呢 不管你有任何困难 任何需要 都请告诉我们 只要你需要 我们都会尽量提供帮助